在香港娱乐圈中,成龙大哥的敬业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,但是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不少的事,搞得满城风雨。 大家都很清楚,当年成龙和王凤娇生下王祖民后,却和吴奇力纠缠不亲,吴奇力还为其生下吴卓琳,但是如今成龙却不承认吴卓琳的存在,因此被网友们大骂负心汉。 成龙的这个习性其实一点都没有变,在很多公开场合和女星又亲又宝,常常借机接触,像范冰冰这些明星都是牵扯不亲。 还有陈冠希更是因艳照门而闻名,但是也有人说是因为他长得帅的缘故,但其实他们跟这一位比起来还真是小无间大巫了,他就是刘兰雄。 对于他这个人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,是一位有名的富豪,也投资过不少的电影。 其实有人说刘兰雄投资电影其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女星,其中还会有设计很多不雅片段。 其实像叫上号的女星就有关之灵、李嘉兴、蔡绍芬等人,而且关之灵和李嘉兴都曾向媒体公开承认与其的关系。 还记得当年他一手策划高尔富球事件,很多女明星都因此受辱,其实已经年迈的刘兰雄依旧都是两位夫人围绕在他左右,而如今60岁的刘兰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。 据说他身患各种重病,特别是肾功能衰竭,每周都要洗肾三到四次,或许这就是他年轻时欠下的风流债的报应吧,你们觉得呢?